新的一年收藏法說會 聯發科先釋出好消息 去年第四季受惠天璣 九千三出貨增加 單季稅後存益 二百五十七億 EPS十六點一五元 雙雙創下五季新高 但縱觀二零二三年 整體事況拖累下 合併營收四千三百三十四億 年減百分之二十一 也終結連續四年業績成長 春年EPS四十八點五億元 不只深城市AI 帶動手機升級需求 也衝高旗艦機 高階級成長 2024聯發科有信心 在5G Wi-Fi 7 和深城市AI帶動之下 將成為公司成長主動能 預期第一季營收 落在一千兩百一十八億 到一千兩百九十六億之間 比去年同期增加 百分之二十七到百分之三十五 同時公司宣布 將採雙手掌制 財務長顧大維 與總經理陳冠洲 將單院共同營運長 至於才剛宣布 攜手英特爾 合作十二奈米的聯電 也釋出力多消息 聯電預期十二奈米製程策略合作 將擴大潛在市場 2024全年晶片需求 也有望逐漸回溫 台廠科技業 看望2024半導體需求 也將迎來谷底反轉 靜新聞徐少爺馬恩凱也將報道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